國家重點實驗室在1984年開始實施 目標是培養一班優秀的科研人才 現在澳門一共有四間國家重點實驗室 而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到澳門大行 無耳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雜成電路 國家重點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研發的一款芯片 它的技術可以說領先全世界 我們實驗室主要研發的是 一些智能家居可以用到的芯片 非常之低功耗 目標是希望可以做到 靠光 或者是靠太陽 或者是靠溫度來採集能量 可以令到我們的芯片工作 甚至乎不需要電池 譬如我們是極低溫 說的是不極壓 我們可以做到可以令到 它對溫度等等的變化都不敏感 都可以工作正常 而且都可以保持著這麼低的功耗 這些地方人在我管理工廠 他們現在計算是20人 所以他們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職業 這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有潛質減緩失智症的病情惡化 為對抗失智症帶來新的曙光 它裡面的成分是非常多的 有幾千種 就好像在渣灘裡面找到的粒灑出來 所以我們要用很多的方法 去將裡面的成分分出來去篩選 很不容易找到其中一個成分 是全新的結構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 從我們多方面的動物實驗 證明它是有治療失智症 或者柏金信疾病的 我們已經將這個全新的成分 就申請了全球的專利 目前在美國、歐洲、中國和日本的專利 已經批了下來 相關這個方法 就轉移到一個普羅亞生物製藥公司 希望未來兩三年可以去到臨床方面的研究